我们的直播间人很少 不要直播屏 我来了 你怎么那么快就来了 老师好 哥老师好 陆柯然你来了 来了那就陪我一起做开场白吧 好好好 因为我刚才呢 本来是想做一件事情的 就是希望大家在柯柯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 让大家刷一波屏 大家赶紧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刷一波好不好 大声喊出陆柯然的名字 虽然我们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的刷屏 然后柯柯也可以随时的 Q到当中一些粉丝 对不对 那其实呢 今天我们把陆柯然请到我们的阿玛尼直播间 会来共度快乐的一个小时 但是在此之前呢 我先要给所有柯柯的粉丝朋友们 以及所有阿玛尼的粉丝朋友们 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一些 特别特别多的福利 因为今天我们这场直播 就是为了让大家提前享受 双十一的超级优惠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来购买大师粉底液 我们会的赠品是什么呢 那就是 首先 色号是200的红管 1.5MU 然后大师粉底液 5MU有两支 另外还喜欢全力粉底液的话 我们的赠品呢 同样是有色号是200的红管 1.5MU 然后我们有一个粉底刷 另外还有就是 既然你喜欢全力粉底液 既然你喜欢这个全力粉底液 我们就送你全力粉底液 5MU有两支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 如果你今天晚上来购买我们的红管的话呢 我们就会送你的是 4号是400的红管 然后是1.5MU 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超级好看的 一个阿玛尼的零钱包 虽然它定义为零钱包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女生可以放一些小的饰品 对 很方便了 对很方便 然后带起来也很方便 然后随手一拎就可以了 另外本场呢 还会有的就是 阿玛尼的黑钥匙面霜以及乳霜 也就是这一款我们的明星产品 如果你买的话呢 我们就会送给你的是 各位 黑钥匙复活精华水30MU 然后黑钥匙面霜15MU 黑钥匙的眼霜5克 这些都是你今天晚上购买我们 黑钥匙面霜及乳霜的赠品 是不是很多 另外还有本场 就是柯柯最爱的 对的 我的最爱 阿玛尼寂情南乡 这款阿玛尼的寂情南乡 如果你购买的话呢 我们就会送给你的是两样东西 一个是黑色的高钉手包 另外呢 还有就是黑色的化妆镜 所以日常使用的时候非常方便 而且也很高级 大家在今天的直播间进行订购的时候呢 在11月1号的时候 记得要来支付尾款 然后因为今天我们有The Night 陆柯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所以我们还有直播间的加赠福利 就是各位在今天我们直播间 来订购这些明星产品 包括我们的红管 还有红管迷你三支装 然后大师的粉底液 全力粉底液 红气垫 黑气垫 既既然是香水 以及红色至爱香水之外 一定要备注 The Night 陆柯然 然后可以获得什么呢 那就是大师粉底液的五名 另外还有还有就是 表达你对陆柯然的爱 这是一个爱心的高钉的帆布袋 所以千万记得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 购买所有的产品 一定要备注 The Night 陆柯然 那在直播期间呢 我们还会送出陆柯然 亲笔签名的礼盒 有五份 另外还会有这个现场的秒杀 我们会在直播结束之后 在微讨来公示这个秒杀的名单 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在所有的直播期间 来抽取幸运的朋友 他们可以获得的是 陆柯然的签名照 这也是上次我们在长沙参加活动的时候 那套很帅气阿玛尼的绿丝绒的戏装 很好看 我们会送出五份 所以这么多的福利 一定要锁定我们本场的直播了 那各位 我相信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已经激动难耐了 我们赶紧就要跟陆柯然 来好好聊聊天啦 好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好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The Night 陆柯然 也是这一次阿玛尼的双十一推荐官 是的 今天的身份非常不一样 是我们阿玛尼在2020年双十一的 首位的双十一推荐官 那其实呢 我们应该也就是刚刚见面嘛 对 没多久 我们十月十一号 刚刚在长沙的阿玛尼BOX活动 刚刚见过 而且那天我记得人超级多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柯柯有些粉丝真的 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去占领最好的位置 真的 就是为了第二天能够看到你 哇 所以而且我知道你对粉丝非常好嘛 因为重粉 有的时候经常什么潜入粉丝群啊 而且居然你好像还会给粉丝写信是不是 对 就是每个月的月底会给大家手写信 然后有时候也会发一些舞蹈视频给大家 对 那除了这些这个你重粉的这个动作之外 我觉得今天因为是我们阿玛尼的这个直播嘛 那你如果现在让你推荐一款阿玛尼的单品的话 你会推荐哪一款 嗯太多了 我觉得因为阿玛尼的很多 比如香水 嗯 然后口红 你的最爱 粉底液 然后现在还有这个面霜 都是我最爱的单品 我都不知道给大家推荐哪一个 所以 就是如果 一定要选一样 一定要选 选给送给他们的话 我应该会选口红吧 哦 对 我会给大家推荐一支 你喜欢什么色化碗 嗯 二零八 哦 看一下 二零八 二零八是我们新款 对 因为 威尼斯系列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适合秋天和冬天图 对 待会我们可以好好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因为这款的颜色确实 是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使用的 对对对 这是今天 柯柯在我们的阿玛尼直播间 第一款要推荐给粉丝朋友们的必备单品 大家现在就可以去看了 而且千万不要忘记 备注登奈 陆柯然 其实我还想问一下 那天在我们的阿玛尼箱子 因为其实我们一年只会去一个城市 这也是我们阿玛尼的一个年度盛事 在那个箱子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其实那天有好多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因为那个阿玛尼箱子那个场馆嘛 首先就很吸引我的颜色特别的好看 是 然后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只门口一个白色的那个星星 Yuri 对 Yuri 我觉得特别可爱那只星星 然后我听说那个星星是阿玛尼先生的朋友 然后好像还有不同的颜色 对不对 对 而且这支Yuri是从国外运过来 从欧洲运到不同的城市 而且每次玩了之后还要再运回去 有些可能是阿玛尼先生自己最爱的 是放在阿玛尼先生家里面的 所以像我们这次在长沙的Money Box当中的这支Yuri就是一个纯白色的 对 那天我看着觉得挺可爱的 然后我还拍照了 是 你跟他合影了 对不对 对 我跟他合影了 我觉得很可爱 而且但是我觉得说到那天的活动 我们今天回顾 其实那天其实柯柯造型其实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绿丝绒的西装非常的贵气 而且很帅气 妆容也很精致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粉丝都说柯柯是行走的画报 如何评价他们对你的这个评论 真有眼光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柯柯会有很多很多的最爱的阿玛尼的单品要推荐给大家 同时我们有很多福利要送给大家 但是呢 粉丝朋友们 我也有福利要给到你们 就是之前柯柯你不是说在微博上面有推出一些妆容的一些视频吗 对对对 现在都已经什么时候了 10月22号了 请问你的视频呢 就是视频 其实我之前有拍过一个版本 拍好了吗 拍好了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太满意 然后就想重拍一个 对 所以现在还发不了 对 现在正是发不了 我觉得等我过两天安徽 北京就是闲下来之后 我一定要重新拍个更好的给大家 我帮你们盯着他 2020年没几天了 你到底哪天发 我生日之前 生日之前 大家盯着他 好不好 盯着柯柯 然后我们说好了 今天在阿玛尼的直播间 我们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承诺 好不好 好 那其实呢 我觉得今天也趁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之前主持也好 包括今天我们直播也好 离柯柯真的很近 有的时候呢 跟明星在一起就会稍微观察一下 皮肤真好 妆容真的很精致 那么说到精致的妆容 有没有什么好的秘诀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其实不管你化什么妆也好 我觉得就是你肌肤的那个保养是很重要的 然后其实有时候会长痘痘啊 什么化妆也是遮不掉的 所以我觉得首先一定要护肤 是的 那其实那你平时 特别像现在秋冬季节 你的护肤怎么做呢 保养 其实我护肤其实算比较那种极简的 然后我最近就是入手的这个 黑钥匙面霜 我觉得特别合适我自己 因为我比较懒 然后就是有时候睡前护肤就会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这个面霜 它首先就是 我可以示范 诶可以示范 当然当然 这是柯柯自己在用的 对 而且我听工作人员说 昨天晚上他在这个 来到上海之后 在酒店里面睡前也是 因为它真的很好用 前一天晚上用完 第二天上妆会非常好的妆效 对 首先就是拿一个小勺子嘛 因为这个是需要乳化的 对 没错 然后我就给大家简单示范一下 好 然后我先弄一点点 先在手上嘛 对吧 然后要把它乳化开 就这样轻轻的这样搓 大家看现在是膏状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你乳化的这个过程呢 它慢慢慢慢的 你看 它就从白色变成了透明色 是的 就要乳化 乳化完之后呢 就要在脸上去用你的手指关节 在脸上轻轻的按压 我就不按压 给大家示范一下 然后这个用完之后呢 你的第二天 我今天起来之后的肌肤状态 其实是特别好的 这就是你知道吗 黑钥匙这个面霜 它其实就是看起来虽然很厚重 然后你乳化之后涂在脸上 很多朋友都觉得说 用完之后这个第二天的光泽感 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而且就是很水润 因为我比较干 有时候就是在北京嘛 待的时间长一点的话 就会皮肤会比较干燥 然后用这个之后 其实它很水润的 其实我们那天在聊天就说到 其实在北京真的是 很多女明星对北京真的是觉得说 工作是很方便 但是这种干燥真的是要人命的 对的 所以这一颗颗来说 黑钥匙也是在北京工作生活 必备的一款单品 对的对的 但是今天我要多推荐给你一样 是什么 就是这款黑钥匙的乳液 乳液 对 因为乳霜呢 其实可能你会觉得 因为每次用之前 你都需要先乳化对不对 对 那如果你喜欢质地 比较轻盈一点的话 那用这一款黑钥匙的乳液 它不需要乳化 而且它的质地呢 其实我觉得是 没有好坏之分 只是说每个人喜欢的质感不一样 涂在脸上那种感觉不一样 你可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啊 嗯 一点点 这个感觉就是 是不是更加轻盈一点 对 更水润一点 就是比如说像油性啊 混合肌肤啊 可能会更加适合一点 我是混合性皮肤 所以这会非常适合你 然后还有些朋友 他一直用这个黑钥匙的时候呢 他会选择用季节来区分 比如说这款 他就选择在夏天的时候来用 然后这款呢 就选择在冬天的时候来用 所以不管是秋冬天用 还是说夏天用 其实它的功效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看一下你自己最喜欢的 感觉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你成功地把我种草了 种草了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要甘心 这一瓶交给你了 今天晚上你再感受一下 乳液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的 那其实每个人在使用这个 女明星 特别是女明星 使用面霜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自己的方式方法 那虽然我们今天戴妆不方便 涂在脸上 但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们 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介绍一下 你是怎么样来用的 我昨天晚上用这个面霜的时候 我先截面 然后截面完之后呢 就先瓦 刚刚我说的瓦一勺 出来就先乳化 乳化完之后呢 你要这样顺着脸这样按压 然后还要推 从里向外推 从里向外 对 然后边按压边往外推 这样会很好的吸收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 比如说经常化妆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有时候熬夜 脸就是往下垮嘛 然后你就是要这样提拉 其实可以这样提拉 收紧你的下恶线 其实你知道黑钥匙这个 面霜乳霜 其实它非常好的在于 它其实不分你的真实年龄和肤质 就是说不管你是二十几岁 还是你是五六十岁 其实都很适合 因为对于女生来说 其实皮肤是最最重要的 有的时候我们说 不要去问她几岁 你看她的皮肤状态 有些人可能年纪很大 但看上去很年轻 但有些其实实际年龄很年轻 但看上去她的肌肤 细纹也好 或者下垂也好 整个就让人觉得说 看上去就老了很多 所以这款呢 也是阿玛尼的非常明星的产品 而且我觉得像刚才 柯柯说到一点 就是明星有的时候需要熬夜 各位虽然你不是明星 但有的时候 你在公司上班 或者你出去玩 也会需要熬夜 所以你就需要 黑钥匙的这个面霜 或者乳霜 另外你知道 就是之前我了解到说 很多女孩子 还会在做一件事情之后 来用它 就是在做医美之后 就是你的皮肤很薄 然后需要靠它 来修护你的皮肤 对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段 不管你的皮肤状态怎样 不管你是一个上班族 还是一个经常需要加班 或者你天天晚上 857857的 都很适合使用这一款黑钥匙 但是今天在 我们陆克兰在这个 我们阿玛尼直播间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忘记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购买我们的阿玛尼黑钥匙的面霜和乳霜 我们就会送给你的是 黑钥匙的复活 精华水30mL 然后黑钥匙的面霜15mL 黑钥匙的眼霜5克 赶紧在今天放入到购物车当中 然后来预付订金 在11月1号来付这个尾款 就可以获得这些赠品 超级多的赠品 另外还有还有就是 千万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备注 还要打上的是 The Night 陆克兰 然后我们就会送给你的是 这两样赠品 所以大家千万记得 在今天的直播间 这些这些的福利 只有在陆克兰在我们直播间的时候 赶紧来抢下来就对了 那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 这个完美的妆容 需要这个很好的一个基底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底妆的部分吧 说到底妆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小心得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我化妆的话 整个妆的话 我最在乎的就是底妆 因为我觉得底妆一定要干净 然后要让人看上去很清爽 那底妆的话上妆之前 你肯定要做好这些护肤啊 没错 对然后你要等到你的护肤 精华呀比如说面霜 这些吸收完了之后 才能上妆 这样会更服贴 防止你的底妆就是起皮 然后就是比如说搓泥这些东西 特别现在这个季节 其实是蛮常见的 是的 我还在观察你 你一点都没有呢 因为用了面霜 对黑钥匙 但是那天在长沙 我们在Armani Box后采的时候 我知道其实你化妆的时候 底妆会选择粉底液的对不对 对因为粉底液 其实就是持久性会比较好 然后其实我是根据 去场合来选择 那你平时选择粉底液 到底会更看重它 比如说持久性 还是更加滋润性 到底你的偏向是怎样 就是如果是在北京的话 那我肯定是 在北京就比较干燥的城市的话 我会选择就是 或者是比较水润一点的 或者是透气性 比较好的一些粉底液 而且有时候也会根据 自己的肌肤状态 去选择 对粉底液 其实包括我知道 你有的时候 在录节目 比如说我们说 之前这个 那个非日常派对当中 你玩游戏很厉害嘛 对不对 然后玩游戏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把妆蹭掉之类的 对对对 那个时候 我估计啊 我估计你应该用的就是 全力粉底液 对 那个时候 因为你在棚内录综艺的话 你就要经常吹空调 然后有时候灯光打在你脸上 就容易出油啊 或者是脱妆 然后我觉得用全力粉底液的话 它比较滋润 然后它的持久性也非常非常强 持久性也很强 然后有时候 脸上比我长痘痘啊 其实它遮瑕力也非常地好 是的没错 它的遮瑕功能是超强的 很多女生最爱它 就是因为它的遮瑕力很好 然后戴妆的时间又长 那话说回来 刚才我们说到 柯柯很会玩游戏 那我觉得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小游戏了 什么小游戏呢 这个小游戏呢 如果你赢了 好 你没有任何好处 粉丝朋友没有 各位 我们来做一个特别的游戏 这个游戏只要柯柯做得好 我们就把这个签名照片 我们就要准备送出去了 好不好 这个游戏就叫做三行情书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游戏规则 就是我会指定三个字的一个词语 然后你需要用这三个字来造句 来写一个情诗好不好 那我玩过这个 你肯定擅长的啦 那我就不写情诗了吧 我就造三句话行吗 就是 但这三句话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 不能是三句独立的话 可以别太难 可以吗 可以 那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但是我给你稍微放点水 就是你第一个字可以是谐音 可以是谐音 对不一定一定是得是三个字 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一个字 我怕粉丝骂我 所以呢 我稍微简单一点 第一个词就是 陆柯然 用自己的名字 对 用自己的名字 好 行 我想了一下啊 可以自由发挥啊 可以自由发挥是吧 对 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陆柯然 路过阿玛尼BOX店 路过阿玛尼BOX店 可 可 可 我稀发现自己没带口红 好 然后进去买了一支206 然后进去买了一支206 好 可以可以 来来来来 我们打个 大家觉得好的话就打个 好 都个人好聪明的人 那哈哈 好 闺女好好发挥啊 闺女 好 大家都觉得你的表现是OK的 那接下来 嗯 第一个题目太简单了 别太难了 我太难我不行的 但是 你知道 我的手机里面有一些 是你的表情包 因为我发现 你的表情包 真的很适合用于 聊天的时候来使用 所以今天 第二个词 我们就用 表情包 好难啊 我觉得难的那个包 对 表情包 呃 本次别骂我啊 表情不受控 哎 大家可以提醒一下呀 对提醒我一下 我能看见了 在评论里面 我现在老子空白了 表情不受控 呃 情是吧 呃 情情情情 情 情 轻轻 轻轻一个吻 表情不受控 轻轻一个眼神 嗯 包 包谁开心 包露了我喜欢你 哇 你 你还说不出情况 你在撩谁呢你 嗯 你想不出来了 你看一下他们都晕倒了 我想不出来了真的 大家觉得喜欢吗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在 因为柯柯是在我的右边 你知道吗 如果在镜头前 绝对是被他撩到了好吗 你不要那么会撩人 好不好 没有没有 好吗 各位粉丝朋友们 你们在镜头前 也不要流口水 好吗 屏幕已经失掉了 好吗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送上 第一波粉丝福利吧 大家应该觉得没有问题吧 这关应该可以过的 大家第一波的福利 要怎么获得呢 很简单 如果你希望获得 这张签名照片的话 就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 deny 陆柯然 deny 陆柯然 然后大家现在先刷起来 大家现在先刷起来 然后待会儿呢 我们的系统会来显示 抽到第一位粉丝 然后送出陆柯然的签名照片 所以大家现在赶紧刷起来 别的东西都不要刷了 我们就刷deny 陆柯然 现在赶紧 然后我们刷屏起来 然后我请柯柯 你来倒数计时 先别着急 我们给他点时间 给他们点时间 有人还在擦口水呢 还在擦口水呀 对对对 准备好了吗 各位对你们好不好 多刷一会儿 多刷一会儿 准备好了 好 柯柯准备倒计时 准备好了吗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好 系统抽到的第一位粉丝 我们就可以得到陆柯然的签名照 但是我刚刚看到 有些在滚屏的时候 有些人没有打denay 必须要有denay陆柯然 我们才算 如果 如果你被我们抽中 但是 你是没有打denay的话 我们就 跳到 是第二位 好不好 我们这样 这个公平公正 那这位粉丝就可以获得的是 陆柯然的 亲笔签名照 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本场直播间呢 我们还有陆柯然 亲签的礼盒 我们一共有五份 大家可以通过秒杀的方法来抢购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全程锁定我们今天阿玛尼的直播 而且我们待会儿这个 亲签礼盒的秒杀 只有一次机会 好不好 所以大家一定来关注我们后续的直播 那另外我想 平时你除了在综艺里面做游戏啊 有的时候我们在棚内做游戏 会有些竞技类的游戏 对不对 对 就是平时我们玩游戏就是 其实在9之间玩游戏都是很 蛮嗨的 对很刺激 然后我们也不会收敛什么的 对有时候我们也抢东西都是真的 那其实在棚里录这类节目的时候 你一般粉底液会怎么来选择 其实我之前几次就是天气转凉之后嘛 然后我们录综艺的话 其实我会用大师 用大师系列 大师这个粉底液 因为它其实非常的滋润 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有 就是有点护肤功效的粉底液 对 然后 它没有那么厚重 对 然后就是因为比较容易起皮嘛 我的脸在北京啊 或者是在比较干燥的地方 就是或者录综艺的时候 有比较热嘛 或者是怎么样 时间长了 带底妆就会容易 就鼻子周围 然后我就非常喜欢用大师的脸 大师因为它会更加清透一些 它对干皮非常友好 而且它还可以养肤 大师粉底液也是融入了 护肤基底的配方 可以深度地来滋润皮肤 这也是为什么说 你在录节目的时候 有的时候空调看得很大 你会觉得干 但是用它就不会起皮 所以它还会有这个超微眼粉科技 非常非常的细腻 对 我也很喜欢 所以你真的很会选这一款 大师粉底液 而且另外大师粉底液呢 它还有普鲁士兰的调光威力 所以使用完之后 就会有一种高级的聚光脸的感觉 然后给你肌肤就带来 很自然云称的那种光泽 是的 我之前也就是有一次 录节目的时候突然发现了 就是打这个粉底液到脸上 就感觉这个脸特别的立体 然后就 我就觉得特别好 所以你知道 所以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使用了大师粉底液 然后你就是人群当中 最亮的那一位 对 对 其实呢 另外这个如果你的皮肤相对来说 状态比较好 然后呢又没什么太多瑕疵 我们更多的推荐你 使用这一款大师粉底液 但是呢 如果你皮肤上面 会有一点点小的瑕疵 我们前面说过 需要有一些遮瑕的部分呢 那么就是全力粉底液 可能是你更加适合一点的选择 以及它的待妆的时间 持妆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 这个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你在上底妆的时候 会有什么自己的小诀窍吗 那我就分享给大家吧 来示范一下吧 好好好 因为上底妆之前 我觉得肯定是先要 我就先给大家推荐一个 这个阿玛尼的白胶 白胶 对 它是有保湿的功效的 因为你脸很干的话 其实会非常容易 就是妆会不干净 然后戏皮之类的 然后这个保湿的这个白胶 其实它很水润的真的 然后先把它抹开 我一般都是这样 我好像涂的有点多了 不好意思大家 就是非常多水润 而且还是很白 对 有点提亮的作用 对提亮的作用 然后涂开之后呢 我就会用 大湿 对大湿粉底液 我就用一点点吧 一点点好了 对 没事 好了好了 就先挤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因为我化妆技术 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不建议大家 就是用 就是比如说 粉铺或者化妆蛋去弄 如果你是化妆小白的话 我就建议大家推荐粉铺吧 而且一定要是那种 没有水的那种 就比较干燥一点的那种 其实粉刷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把它在脸上 就轻轻地刷开啊 或者怎么样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的脸其实又可以保湿 又能定妆 然后最后你可以再 喷点定妆喷雾 其实你的整个妆面 底妆会非常的干净 是的 这样喷上了定妆喷雾之后呢 既可以保湿 又能够来定妆 所以这就是柯柯推荐给各位的 打造高级聚光脸的方法 你看涂在我脸 手上 手上 看一下效果 对 特别的水润 您看 就是我现在手背是湿湿的 真的很不错的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脸上 就是有点保湿感 水润一点的 对 保湿感的那种底妆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季节已经到了秋冬季嘛 对 所以我会向你来推荐 就没 就是你看 谢谢 你用面霜 我给你推荐乳霜 是种草 对 然后你用大师 我再给你推荐一下权力 对的 你知道吗 因为权力呢 它的好处就是 其实它的持妆性成 我觉得作为艺人也好 或者说长时间戴妆的女生也好 其实持久的妆效是很重要的 那这款权力跟这个大师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说 它的持妆效果非常好 而且可以长达16小时 也就是基本上 其实你早上出门 上班前的这个妆 一直到你下班 哪怕你去吃饭 然后玩到夜店 玩好回家 它还是玩好的 所以这个就是这款的 这个粉底液最特别的地方 那我觉得对于柯柯来说 可能你在录节目的时候 如果从早录到晚的话 它应该是很适合你的 而且我跟你说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不是特殊时期嘛 我们需要戴口罩 对不对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 它会有闷痘的情况 真的 我特别害怕长痘狗 因为我有长痘狗 就是上妆的话会很麻烦 对 然后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在用权力这个粉底液 因为它就是你刚刚说的嘛 持妆性很强很厉害 而且好像对油皮会比较好 没错 对 我觉得 你的肤质是 混合性的 混合性的 对 而且也根据 就是住的地方来决定了 我的肌肤 所以我们一直要Q北京的 也不是啊 太干燥了 也不是 这是我自己肌肤的问题了 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油皮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用这个 我觉得蛮蛮好的 对 而且有人可能会担心 它的揪痞力 那个比较强 然后它的 它的持妆的时间比较长 那它会不会 就透气性是比较差的 完全不会 它的透气性非常好 口碑非常好 然后 遮瑕非常好 一点点很小的斑点 它都可以遮掉 所以如果你有遮瑕需求的话 你可以来放心地选购 那权力粉底液 就是这样一款 非常高遮瑕 超持久 超透气的粉底液 然后像比如像柯柯这种 混油皮 还可以日常出去玩的时候 你也可以来用它 是的 记得备注陆克燃哦 真的爱陆克燃哦 是的 那其实呢 今天我们这个很多粉丝啊 这个被陆克燃来种草 而我也是一直在给 这个陆克燃来想办法 安利一些很好的产品 那既然大家已经种草了 大家就要囤起来 尤其是油皮 混油皮的宝宝们 你们完全可以 闭着眼睛来入手 最关键的是今天付定金的话 你还有非常丰厚的礼赠 那么在本场直播间 只要你购买大师粉底液 购买大师粉底液 我们就会送你红管 色号是2001.5ml 然后大师的粉底液 5ml有两支 另外还有就是粉底刷 这些就是你购买大师粉底液的赠品 那如果你购买的是权力粉底液的话呢 很简单 我们依然是红管 色号是2001.5ml 然后我们送你两支 5ml的权力粉底液 另外还有就是粉底刷 现在你只要订购 在11月1号来付为款 这些礼赠你通通都可以享受 但是但是还是要记住 下单的时候备注 The Night 陆柯燃 就可以获得陆柯燃的 专属的直播礼赠 它就是大师粉底液 5ml 以及高级的上面有一个 你对陆柯燃的爱心 都在上面了 高定的帆布袋 好 那其实说了蛮多的介绍 推荐给大家 我其实看到大家的评论 也蛮热情的 不如现在我们来一波突袭吧 我现在觉得 就是这个直播间福利真的好好好 超级多吧 因为我买的时候 什么都没 都没有 因为陆柯燃真的自己也是 阿玛尼的中粉 就包括像黑钥匙 包括像剂情 对不对 我每次买就是一个单品 一个单品 然后一个单品 然后这次买的话 为什么要送这么多 麻烦把陆柯燃手机拿过来 我现在我自己下单 自己下单 自己备注 等待陆柯燃 我自己备注 等待陆柯燃 好 今天我们真的超多福利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波突袭 我们要把五份陆柯燃清签的礼盒 要来进行秒杀了 各位请做好准备 所有陆柯燃的粉丝宝宝们 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面 陆柯燃清签的就只有五份 所以给你们一点时间准备 然后陆柯燃你来倒计时 好 我要开始倒计时了 准备好了吗 等待陆柯燃哦 给他们点时间准备 来准备哦 是秒杀哦 待会跳出来的 来 各位准备好 五 四 三 二 一 来 赶紧抢 赶紧去抢 我们的秒杀的这个产品 赶紧来抢 只有五份 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面 只有五位 只有五位 赶紧已经跳出了这个链接 陆柯燃直播专属秒杀 各位粉丝朋友们 立刻 安排起来 安排起来 赶紧把它抢走 然后我们这五位朋友之外 我们接下来还要来送出的是 陆柯燃 没有了 肯定没有好吗 一共只有五份 你们怎么样 还打算再犹豫一下吗 姐姐帮我也抢一份啊 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你要不这样待会我把盒子给你 第六份你自己签好 我其实是想要 然后留给我 你想要这些吗 我想要赠品 直播结束之后 通通拿走 通通送给你好不好 那接下来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更多的 给我们 好 这个你的粉丝朋友们福利 我们这样前面 我们既然是真的一秒受空 五份陆柯燃清签的礼盒 抢到我们清签礼盒的五位朋友 好 那其实在阿玛尼BOX那天 我们活动 除了底妆之外 我觉得你还有一点 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单品当中 有一个真的是超级红的 那就是 它了 叫红管 我觉得你的唇装 其实也蛮吸睛的 你那天 其实发微博的时候 涂的应该是红管的 二零六 对 我就是 其实我涂口红啊 我是根据自己的服装造型 然后比如说 还有就是场合吧 我会选择口红的色号 然后那天 那天是这支 对 那天我穿的是一件 绿色的西装 对 然后我觉得 那个颜色很衬 然后我就涂了这个 然后涂上之后 就感觉整个人细致 密码就不一样了 对 那天其实在长沙 真的是我觉得 这个 这个唇部的色彩 真的是 不同的颜色 给人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对不起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你刚刚提到了 就是涂抹的方法 请问 厚涂的薄涂 它会有些不一样吗 原谅我作为一个直男 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其实 我以前也认为 厚涂和薄涂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次 就自从 就是我用了 阿玛尼的口红之后 我发现有时候 你薄涂和厚涂 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就比如说 这支206 如果你厚涂的话 它的颜色 其实是有一点点偏棕色 我们来感觉一下 对 我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又拿我的手来 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的手上今天 对 如果比如说 你涂很多的话 就是我先 这个是 我们来先来示范一下 厚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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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颜色是有点点 偏棕色的 对 偏棕色 大家看到吗 有一点点反光 对 它可能有点反光 有点点棕色 偏棕色 但是如果你 薄涂呢 薄涂的话 其实它是有点偏 红色 你看后面 就是有点偏红色 它的尾部 是有点偏红色 对 然后我平时 其实 涂口红的话 就是 其实我是 如果就自己出去 逛街啊 或者是跟朋友 聚会的话 我会 就是薄涂 日常你喜欢薄涂 日常会薄涂 然后如果要参加活动 或者是舞台上的话 我会 可能会叠涂 或者是 厚涂 大家记住了吗 蝶涂或者厚涂 对的 这是柯柯推荐给大家 这个图我们 阿玛尼红管的 一个方式 那其实那天 我记得你其实 不单单是 自己选了206 你还帮Shaking 来选了一个色号 对 我很喜欢 是几号你还记得吗 是烂番茄色 405号 烂番茄色405 那就是这一款 对 这一款烂番茄色 可是 就是大家如果是 如果说阿玛尼红管的话 是必备的 经典 这是经典 我觉得这只颜色 非常的好看 因为它其实很 我给大家再示范一下 其实这个 太好了你 对粉丝 我想给大家 清楚地看清一下 这个颜色 是真的非常的好看 烂番茄色 烂番茄色 其实这个颜色 真的 而且你知道405 也是我们最经典的 网红鼻祖 对 就是它 这个烂番茄色 有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显白 对 非常的显白 而且非常的凸显气质 如果你穿 比如说黑色的衣服 或者是比较深一点颜色的衣服 或者是你肤色比较暗的话 我觉得图这种 烂番茄色非常的显白 而且我觉得它是属于一年四季 都非常合适 对 我觉得它什么 就夏天很热情 然后到冬天 你可能觉得一切都是灰色 但是你那一抹烂番茄 真的是人群当中 就一眼就看到你了 对不对 对 我非常喜欢 对 而且所以其实 包括刚才我觉得柯柯说的 是薄涂还是厚涂 生活当中 你可能可以稍微薄涂一点 但如果你出去玩 然后去夜店 或者去干嘛的 你就厚涂 那绝对是当天晚上 所有人的眼神 都在你的脸上 对不对 就全部都focus在你身上 对的 而且我觉得 另外一点 就刚才我们提到 这一款烂番茄色 也是所有的女生 在入手第一支 阿玛尼红管的时候 这是必备的 对 如果你之前 没有用过阿玛尼的红管 今天在陆克兰的推荐下 请来下手这一支 对 相信我不会错的 就如果你只买一支的话 你先下手这一支 但是我跟你说 你的包里怎么能 只有一支呢 现在是秋冬季节 所以阿玛尼美妆呢 也是特别 替所有的女生来考虑 在本场 我们有新的色 有新色号 我要推荐给你 哪一支 又被我种草了 真的 2008和2009 是我要推荐给你的 阿玛尼红管的新系列 也是你上次去长沙的时候 我们在阿玛尼BOX当中 也大的海报 上面就是我们的 全新的威尼斯城市系列 对对对 我记得 我先考考你吧 好 这次涂在我的手上吧 好 2008和2009 有什么差别 什么差别 我先给你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这个是2008 这有点偏橘棕 有点奶油 奶油棕的感觉 然后 这款是2009 这个颜色比较深一点 更浓烈一点 对的 假设我要请你来形容一下 这是威尼斯的什么 这又是威尼斯的什么呢 能不能给个提示 这有点难 跟白天黑夜有关系 白天黑夜的话 那就是 日出日落 早晨 早晨晚上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 你知道吗 这款 它的灵感就是 威尼斯这座城市的 日出和日落 真的 没错 就是2008和2009 2008是代表它日出 然后2009是代表它的日落 这也是今年 在秋冬季 阿玛尼 给大家推出的 全新的红管 所以各位女生 你的包里 如果已经有一支 405了的话 不够 在秋冬季 请再入手这两支 不管是日出还是日落 而且我觉得 我可以推 再给你种草一下 因为这也是我 我真的现学现卖 因为我们阿玛尼的 东东老师跟我说 你知道吗 这款新品 它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涂抹的方法 就是你先后涂 这个日出 然后呢 就是2008嘛 先后涂 然后整个涂完之后 再拿2009这个日落 稍微来做一些点缀 就是你刚刚说到的 叠涂的这种方式 它的层次会完全不一样 而且它带出来的感觉 也会跟你单涂一支 完全不一样 真的 入手了 所以2008、2009 请你赶紧入手 对 我会入手的 我直播结束之后 我就要入手 有一种我逼着 一定要入手 我跟你说 这真的很好用 因为我好像 这两支颜色的话 我觉得更适合我一点的 应该是2008 你喜欢2008 对 2009的话 是更适合 就是舞台上 对 对 因为我在舞台上 就喜欢涂那种 特别暗的那种颜色 所以日常图208 然后在舞台上图209 对 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就是特别像 秋天的那种 就是很秋天的那种颜色 就秋衣浓浓 对对 所以各位 如果柯柯是 这个日常图208 然后表演的时候图209 你们要干嘛知道吗 只要你们来见柯柯 你们就208打底 209点缀 然后柯柯一看 一眼就看出了 你就是我的人 你就是可颂 可以可以可以 那其实今天 我们在直播间 我说过 除了我要给柯柯 来安利一些 我们的新的产品 或者说 网红的单品之外 另外还有 就送给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有那么多的好的福利 包括我们那个 五个已经抢完的 这个清签礼盒之外 我还要给你们福利 什么福利 这个福利呢 我之前没有跟柯柯沟通过 但是我想 之前不是说了吗 我手机里有一些 你的表情包就很好用 但是表情包这个东西 用久了之后呢 你会觉得腻 你想更新 我想更新 怎么更新呢 所以我就想你来更新 我更新也没有人要用 所以只有柯柯你来更新 经纪公司不在 经纪公司人不在 没事没事 今天我们给 给所有的粉丝朋友 我们来谋求一些福利 好吗 好 我觉得粉丝可能会爱 我经纪公司会 下次不要 不要让这个主持人 再来跟我们柯柯 他们会非常喜欢你 真的吗 会想我跟你有第二次的合作 那就好 那就好 第三次第三次的合作 那我跟你说 我后两次会想别的招 因为我的心是跟粉丝在一起的 好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上次长沙是一回生 今天我们上海在阿玛尼直播间是二回首 所以请你答应我这个要求 下一次别太过分就好 下一次我尽量不过分 好的 好 那这样子 大家准备好 因为我们要录屏 好不好 你怎么还告诉他们要录屏呢 不录屏 我让他做表情干嘛呢 就直接屏就可以了 还录屏 传统一点 三连拍 三连拍可以 三个可以吧 三个可以 我也没有要三十个 好 三个下个月 用完了之后下一次我再要 好吗 好好好 那需要我设定主题还是你自己来 老师你设定吧 真的吗 真的 我很刁钻啊 别太刁钻了 你说别太刁钻我又不好意思了 那这样吧 先来个可爱的吧 可爱 好吗 可爱的 那我开始了 三二一 来来等一下 要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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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好 准备好 来了 好了吗 三二一 好了吗 可以吗 大家满意吗 满意 满意打起来 陆柯然可爱 陆柯然可爱 他们是 好好好 那第二个 生气 可以 可以 我还没 我没见过你生气的样子 没见过我生气的样子 你要不今天就展示一下 给我看看你 你生气的样子 因为一般都是可爱生气 开心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经纪公司真的不会生气 就生气了 生气 生气啊 生气 准备 陆柯然生气 一 三 二 一 来吧 买 各位 请下面三个字 你们帮柯柯打上去 买不买 不买就生气 然后 如果买了的话 就可爱 对 如果真的不买的话 那我就 第三个 我知道了 什么 如果大家不买的话 你会伤心吗 我不会哭 但是我会伤心 不哭的伤心 怎么表现 来 我们看一下柯柯 是你自己给自己下的套 真的不能怪我 不哭的伤心 不哭的伤心 你看那个超级那个说 买还不行吗 姐 我买 伤心就买吧 则那有多个人 好 OK 真的有点为难你了 对对 我觉得 今天 我也是有点小撕心 因为每次呢 我主持 明星的活动 一般都是要为粉丝 来谋求更多的福利 所以你们还满意吗 你们都说到了吗 不要忘记帮柯柯 除了他的这个 脸部表情之外 把那些该打的字 也打上去 然后就交给你们了 然后广泛的传播开来 希望有天能传回到 我的手机里面 然后我就有新的 柯柯的表情包了 对 好 那其实呢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福利 前面说到了 柯柯的签名照 我们是在 只有在今天的 这一小时直播当中 我们才会限量的送出 接下来我们又要来送了 柯柯的签名照 那我们还是老样子 我们打 Denite 陆柯然 好吗 好好好 各位在评论当中来刷 Denite 陆柯然 Denite 陆柯然 然后 我们稍后请柯柯来 喊五四三二一 大家赶紧打起来 好 有人说会录屏的 一定会全程录下来的 我知道 他们肯定会干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们表情包赶紧传开来 好吗 表情包坐好看一点 Denite 陆柯然 坐好准备 请柯柯来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好 我们就恭喜这位粉丝 可以得到柯柯的 刚才在我们的休息室 清签的这个照片 而且这张照片 就是我们上次在 Amani Box 在长沙 这个柯柯的造型 非常好看 非常帅气 恭喜这位粉丝 那不要忘记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来购买我们的红管 我们有奖品 是什么呢 赠品是什么呢 所有你购买任何色号的红管 我们都会送你的是 色号是400的红管 1.5Mu 另外还有一个红色的零钱包 我说这个零钱包 你未必拿来装零钱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 装零钱的机会比较少 但是你完全可以用它来装 这些都可以 是的 很方便 很方便 我们把今天在直播室 买的这些小赠品 装在里面 这些真的很好 很好用 而且我跟你说 像女生有很多的 小的视频 耳环也好 戒指也好 小的项链也好 你完全可以放在里面 就是你出去旅行 短途的旅行 然后装少一点的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另外另外 今天在直播室里面 买的东西还是要留名的 备注 DeNine 陆柯然 就可以获得的是 大师粉底液 是五毫升的大师粉底液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高定的三部带 要提醒大家 我们陆陆续续后面还会有陆柯然亲笔签名的照片来送出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稍后会为大家送出 今天我们的直播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头戏就是柯柯自己在成为艺人之前他就一直在用的就是阿玛尼的寂情香水那就是这一款了 对的 诶 这一款香水哦 真的是我知道你之前自己买的就有五六瓶 但是你知道在那天长沙活动的时候我知道你用的是我们的阿玛尼的迷情的致爱这款 红色之爱 红色之爱 这一款的味道你觉得怎么样 再回味一下 对那天我记得我非常清楚 然后我在那儿喷了三下还是几下之后 其实它的前调是有点甜甜的味道 很甜 对 蛮甜的 我再喷一点 好的 然后它的中调就是花香 然后我觉得女孩子我会觉得他们应该会很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各位女生如果你是那种甜甜的女生 然后给别人的感觉就是那种一看就是很想宠溺她的女生 这一款香水是非常适合的 而且它的寓意也很好你知道吗 就是自信 坚定 然后不顾一切 比如说女生如果喷这一款然后不顾一切 不管是追求幸福也好追求事业也好 我觉得都很好 对 其实如果你长得不太甜的话 你喷了一下这个香水你也会变甜的 如果你是女生喷一下也会很安 如果你是男生喷一下也会很甜 对的 所以我觉得香水有的时候是可以给人一个全新的标签 那倒过来说我又要给你出一个小难题了 好 假设 我要请你把这款这个迷情的挚爱香水送给你的Denite队友的话 你会送给谁 你是觉得谁已经很甜了 谁又不够甜 你送给谁 我觉得我应该会送给Denite的每一个人 我觉得我都希望他们的生活里面甜甜的 哎呦我真会说话 这小嘴可甜的 抹了红管就是不一样 这个小嘴真是 好 非常好的意义 没有想到香水除了有标签的意义之外 还有这个美好生活的祝福 好 那其实再说回来 除了这款就是很适合女生的之外 其实这款就是男生的寄情香水 对 其实你之前用过六瓶的话大概用了几年啊 没有几年 我喷香水很夸张的 嗯 我六瓶啊 对 就是给大家透露一下 我平均是十天用完一瓶就是寄情 十天一瓶香水啊 对的 没有夸张 就真的 因为见过我喷香水的人都知道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然后我必须得让就是 自己就是浑身在发生这个味道 然后我要出门 你看到我蠢蠢欲动了吗 想让我展示一下吗 我真的很想知道 这么大一瓶香水 你是怎么样十天用完的 请你来展示一下 你告诉我怎么用 你不要被我呛到 没事没事 我来看一下 就是因为我平时就是带香水 我还会就是会把它带出门的 你知道吗 我出门之前都是 你这 这是在洗澡吗 就是这样 我真的不夸张 是真的吗 真的 而且可能还比这个多 而且它手速也很快 对 因为着急出门我就这样 然后洗完澡一会 所以你一天要喷几轮 出门之前应该是两次 洗完澡一次 然后出门前喷一次 然后等下会把它带进包里 然后比如说吃完饭 那会喷一次 想起来看见它呢 我就会又会喷 所以我大概十天喷完这一瓶 各位 我这瓶是新的 对 真的没有喷到这样 它已经用掉那么多了 是的 没关系 既然 因为柯柯真的是 一直在用这款寂情难事 所以没关系 这瓶反正喷多了 待会本来我就要送给你的 是吗 对 太好 喷多了也是你的事 但是你刚才那样喷的话 真的很沸心 很沸香水 因为喜欢 我就真的很喜欢这味道 用了好长时间 但你别说 你这样一喷嘛 我就感觉你突然就是那种 喷了香水之后的魅力又散发出来了 因为我就坐在它的旁边 那这样子 假设你给自己是这么喷的 你给别人喷香水 其实我非常不喜欢别人 这么多的香水 我强迫你给我喷一下香水 就是一定要给你喷 对 就是喷成你刚才那个样子 我感受一下 那刚才 我把眼睛闭上 那刚才刚才 我把眼睛闭上 好了 结束了 我刚刚就 在这 我刚刚就听到 噗 对 你是 对 别人就问我接香水 我都是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各位粉丝朋友们 下次如果你们去参加 等待陆柯然的活动 不要花 阿玛尼寂情难事 等到他一出来 一开始不要让他看到 一开始你就是这样 看见他微笑 然后他一出来 这样好不好 那我会在那跳舞 那我会在那跳舞 我觉得这样就很嗨 然后你们就可以看到 陆柯然沉浸在阿玛尼寂情难事当中 然后情不自禁 就开始跳起来了 然后就上热搜了 各位我们准备下个热搜 就用这个好不好 各位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陆柯然喷香水的方法 你们都记住了吗 因为本来我们台本上 是有一个很规范的喷香水的方法 比如我的展示 我的展示 各位喷香水怎么喷呢 一般我们是这样喷的 你看首先是耳根 然后呢是后颈 然后呢再是 发稍稍微来一点点 也就四下对吗 像陆柯然刚这种 一下子又二十几下的 仅适用于陆柯然本人 和陆柯然的粉丝朋友们 好吧 大家都学到了吗 真的要get他这款香水 非常好的 我突然有点晕血的感觉 真的 我自己没有这感觉 我觉得喷少了 但是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魅力就是这样 通过香味来散发 发出来释放出来 然后传递出来的 我还想到 你们下次如果去参加柯柯的活动 不管是安全的去接机 也好干嘛也好 你们自己也都喷满 然后他可能就会 我的粉丝在哪里 你们好 你们好 嗨 客戳们 大家好 就魅香食粉丝也是一个方法 那今天 所以本来我是想推荐给大家说 就是你买今天的 激情的香水 买一瓶就够了 我觉得不够 因为一瓶十天就用完了 对的 你要不要买十瓶吧 好不好 买十瓶每次都要记住一件事情 而且我刚刚虽然说买十瓶是开玩笑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你不单是自己用呀 你还可以推荐给你的男朋友 你老公推荐给你另一半啊 没事 没老公 没男朋友可以买的送我 阿玛尼会送给你的 真的吗 对 粉丝朋友们 你们就自己买了自己喷 然后浑身很香 然后看到柯柯 柯柯就知道你是自己人了 好不好 然后呢 今天我们再来买这款激情香水 我们还有好礼物 还会送你黑色的高定手包 我怎么没有这个吗 待会桌上都是你的 你可以先感受一下这款高定手 质感很好 对 我觉得 不像有些赠品就是 它的质感是你拿到之后 就不想用想扔掉的 它的质感非常 跟你今天一身衣服也很配 对的 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送你一个黑色的化妆镜 女生一定是适合的 这款化妆镜 女生一定适合 所以订购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会 如果你订购我们的男士激情香水 这两样东西就是直接送给你的 你订购一瓶送你一套 订购十瓶送你十套 好吗 然后另外就是 千万不要忘记的备注栏备注 The Night 陆柯然 然后呢 在十月一号支付尾款之后 你就可以把刚才这些赠品 还有我们大师的粉底液 以及我们的这个高定的帆布包 全部都送给大家 全部都可以说得到 对的 喜欢吗 这些赠品待会儿真的可以送给你 好的 毕竟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双十一首位 给大家来做推荐的推荐官 对的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粉丝朋友们送福利了 我们还有签名照 好吧 好 那这样子我们还是请陆柯然的倒计师抽奖 大家还是在我们的评论里面来打The Night 陆柯然 陆柯然 大家可以多打一点 然后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 然后我们再把这张签名照片来送给所有的陆柯然的粉丝朋友们 我觉得今天给你们的福利我真的已经是 非常多 绞尽脑汁 呕心力血 台本上有的台本上没有的 我都帮你们争取了 所以你们千万记得在今天所有购买的单品当中 一定要在备注栏里面备注The Night 陆柯然 这样的话我们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机会来跟大家见面 未来还有更多的福利给大家 来 准备到计时 柯柯 好 5 4 3 2 1 好了 就是你了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柯柯在Armani Box长沙站活动的这个造型 然后亲笔签名的照片 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都感觉时间不太够用 我还想替粉丝们争取更多的福利 但是 我觉得最近的时间大家已经开始来囤货抢货了 我们今天请柯柯一起来分享了他的双十一的必囤清单 那陆柯然在最后的时刻再给我们粉丝朋友们来说一说 有什么话要给他们 有什么祝福要给他们吧 好 因为我平时也不怎么给大家推荐 比如说单品或者怎么样 就可能大家了解我最多的就是比如说香水 然后今天把我的爱分享给大家 就是Armani的激情香水 希望大家能赶紧的get一下我的同款 然后 其实护肤啊 我觉得就是女孩子嘛 就是肯定还是蛮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Armani的面霜 还有口红啊 就是很凸显气质的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美美的 因为马上要年底了 我觉得大家就是肯定要对吧 见亲朋好友啊什么的就是 因为我还送了我家里面的人就是Armani的口红 我小姨现在就是每天都很漂亮 我跟她视频我都觉得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美 怎么这么美 然后她就跟我说涂了那个我送她的Armani的口红 所以我觉得你接下来小姨也可以给她安立一下我们的红管的208 209 她发微信跟我说了 说赶紧安排上 这样的小姨真的是 她倒也是一点不客气啊 但是呢好在我们的柯柯跟Armani关系这么好 放心小姨 这个柯柯会送给你的 那今天呢我们在整个的直播间当中推荐了很多洛克兰喜欢的或者说被我种草的一些单品 但是我还是要再次跟大家重申一下 只有在今天的我们的Armani的直播间里面才有的福利 首先大家如果购买大湿粉底液就是比较轻盈润透的这个大湿粉底液的话 如果你购买它我们会送给你以下这些的赠品 包括5M的大湿粉底液两支 然后粉底刷 另外我们还会有色号是200的红管1.5M 这是你购买大湿粉底液的赠品 另外如果你喜欢稍微持久待妆的16小时持久这个妆效 就是我们的全力的粉底液 如果你购买它的话呢我们会送给你的是同样的全力粉底液 5M的试用装 然后有两支 然后还有就是色号是200的红管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粉底刷 这些是你购买全力粉底液的一个赠品 还有就是我们Armani的黑钥匙面霜 今天呢我们除了陆柯然喜欢的这个黑钥匙面霜之外 也推荐给大家就是黑钥匙的乳霜 如果你购买选购它的话呢我们要送给你的东西就厉害了 首先有黑钥匙的复活精华水就有30毫升 所以你如果出差的话带上飞机不用拖映的话 这是非常实用的 另外呢还有就是黑钥匙的面霜15毫克 另外还有就是黑 15毫升另外还有就是黑钥匙的面霜 是5克 这一套其实作为旅行装是非常好用的 对的很方便的 好还有就是我们本场的Armani寄情南乡 如果你买它的话呢我们就会送你的是黑色的高钉手包 以及高级的黑色的化妆镜 大家可以在今天的直播间来订购 然后在11月1号的时候来支付尾款 这些赠品相应的赠品就会通通的送给你 另外另外还有最后的时间我看一下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 各位今天在我们这场直播间里面选购的所有的产品 一定要在备注栏里备注 The Nine 陆柯燃 我们要送给你的就是 这两样 一个高钉的粉布袋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大师的粉底液 对的 大家千万记得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呢真的是已经到点了 所以柯柯最后就跟粉丝朋友们来说个拜拜吧 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双11阿玛尼的活动 直播会有更多的福利 然后也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 然后我会继续加油的 谢谢 那我们期待我们下一次跟柯柯更多的碰撞 我会为大家争取更多的福利 也希望大家后续继续来关注我们阿玛尼的直播间 在双11期间会有更加丰富的好礼等着大家 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咯 拜拜